講起話來邏輯清晰 坑昌有力 還因為言辭犀利被封為法國川普 法國近幾個月可以看到 一位言論激進的政治素人 他是政治記者澤穆爾 沒有政黨做靠山的他 意識形態為極右翼 經常以知識分子的身份批評時政 大炮發言雖然導致他備受爭議 但也因此收穫了大批粉絲 現年63歲的澤穆爾沒有任何的參政經驗 但卻在2022年的總統大選中 異軍突起 以17%的支持度位居第二 現任總統馬克宏 則是以24%穩居第一 極右翼的他提出了白人至上的理論 強調愛國和反移民 更直言若法國再不管之邊境 純種法國人就將會被外來移民取代 法媒就特別比較了 澤穆爾和美國前總統川普的相似之處 兩人都是主打國族主義和國家利益 川普強調美國優先 澤穆爾表示法國已經在死亡邊緣 兩人也都把移民視為主要的議題 澤穆爾提出取代理論 堅決捍衛純種法國人系統 甚至還想禁止新生兒取非法國的名字 而川普則是企圖在美墨邊境建立高牆 想杜絕非法移民入境美國 可能是法國人民對政治和社會現況的不滿和不安 讓有著天不怕地不怕姿態 強勢愛國主義的澤穆爾 意外的收穫人民的心 短短時間內夾驚人的氣勢 問頂總統大位 歡迎新聞圖文君綜合報導